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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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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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每个打品工具头的频率与机头总成的频率不一致 所以需按照前面的频率调写方法进行调频 让超声波发声器 机头总成和工具头三则频率一致 当三则频率一致后 超声波打孔机会发出延续不间断的风鸣声 且超声波功率发声器上的频率只是更处于熄灭状态 能让表上的指针归零 先在工件升降平台上放上一片磨针铁板 再将打孔上磨套入工具头上的打孔之内 最后将已经装好圆珠的下磨放在工件平台上 松开工件平台拉杆 让工件平台上升 调整下磨具的位置 让下磨具的三个头 与上磨具的三个硬位脚吻合 转动机头升降手轮将工具头高度降低 以增大打孔针与圆珠之间的压力 打开超声波开关和水泵开关 机器进入自动打孔加工状态 着地超声波自动雕刻 打孔机是利用超声波的高频振动原理 以研磨钢砂为中间介质 让打孔针对暴磨石圆珠产生每秒成千上万次持续的轻微重击 从而达到窗控的目的 正常工作状态可以听到连续的风鸣声 着地超声波雕刻 打孔机在加工过程中 可随时调整超声波功率大小档位 关掉超声波开关 拧动超声波功率调节旋钮到锁式档位此刻 调节好后直接打开超声波开关即可正常工作 范围越高输出功率越大加工速度越越快 着地超声波雕刻 打孔机具有加工效率高 一机都有 可实现无人职守加工 适合于雕刻键或者圆珠打孔的低量生产加工 特别对于高硬度 小孔镜的圆珠打孔加工 其效果更是其他加工设备无法比拟的 加工到一定的时间后 即可停止超声波打孔机 取出加工好的圆珠 小孔镜的圆珠打孔机 而且具有效率高成本低升人工等特点 可用于各种不同尺寸 硬度孔镜的圆珠打孔加工 是保育石圆珠P两打孔加工的首选设备 小孔镜的圆珠打孔加工 加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